正中午桃圆炉竹街头竟然惊传枪响 声音大到连二楼的住户都听得一清二楚 民众吓坏了 警方有力急破车窗要范贤乖乖就范 但范贤还一度想要逃 警方大声克斥 要范贤举起双手 远景伸手一拉要把范贤拉下车 嫌罚还一度想要逃 经过一番波折 警方终于顺利逮捕范贤 14日上午8点多 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自小客车被偷了 立刻巡线调约监视器 中午12点多 在卢竹区中山路上发现失窃车辆 43岁的卓贤就在车上 准备发动车辆要离开 远景见状立刻上前阻拦 卓贤还一度不配合开车冲撞警方 警员为了防止他继续开车冲撞 朝了车辆右方前后轮各开一枪 该车拒绝燃停并冲撞远景 远景依法使用警线 全案依照却盗罪嫌 移送桃园地人署侦办 逮捕过程中一名远景 还因为击破车窗时 害得手臂轻微擦伤 车辆因为范贤开车冲撞 板筋凹陷 着现被胆向警方表示 自己颈部扭伤 只好将他借护送医 一时态念偷车 遇到警察追捕 耍小聪明想要逃 最好还是得乖乖吃上老板 记得送和爸爸